因為感動你的頭 不得很傷心 2005年11月24號 刑案青年器官捐贈 一名18歲青年 2號凌晨送來花蓮慈激醫院 因遭人圍毆重傷 導致腦死 家屬大捨捐贈器官 那麼年輕就走了 像人家老年一輩的人說是不孝 然後我們可以把他的罪過 化解掉 然後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器捐摘除手術5號進行 心臟送往台北真心醫院 肝臟 兩顆腎臟 擠眼角墨流於此院 使六人重獲新生 骨骼也讓數十位病患 過更好的生活 感謝師傅的健身家屬 讓我重鎮的機會 在做器官捐贈的這一刻 我們的檢核官其實就進到開刀房 一邊做所謂的器官捐贈 一邊做所謂的解剖 這裡罕見刑案青年的器官捐贈 移植手術 親屬放下院隊 而正是台灣首度檢警 法醫與醫院合作下 圓滿完成開刀房採證 及器官捐贈手術 創下台灣 司法界及醫界的先例 今日院方特別舉辦記者說明會 你姐要很用心 然後很珍惜 2000年11月24號 慈青全台總幹事顏秀文 獲亞洲週刊領選為 亞洲青年台灣代表 18個亞洲各國的25歲青年 顏秀文以慈善服務代表台灣 他表示是此親價值觀 和生活方式獲得肯定 他當時就讀台灣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研究所 所以我覺得其實 用心真的是最好的專業 深刻地感受到他們那種 內心的一些細微的一些情感 我覺得這個是 也是我之後在 就是在教特教班的時候 我自己的一個最大的一個感受跟感想 慈青歲月七年 逐步確立人生方向 投入教育工作 2007年起 任職台南慈中國小部 當時的青年 現在有更大的承擔 好的社會 要來自好的家庭 健全的家庭 幸福的家庭 那其實觀念正確的家庭 我覺得如果這樣的家庭越來越多 孩子一定會越來越好 1993年11月24號 花蓮縣三站村 一戶原住民長期照顧庫 住家南黨豐宇 慈濟功德會 花費16萬元重建新居 本日慈濟至公近10人 前往祝賀新居落成 1993年的花蓮 慈濟成立27年 由慈濟醫院醫療志工 帶動的慈濟服務隊 結合本地慈濟志工的深入訪室 經常探訪病患或貧困家戶 巨大臉部神經纖維流的原住民阿嬤 與志工相處自在 南非籍婦女白翠萊 歷經生辭 喪偶成為慈濟照顧庫 花蓮這一片土地已處處有愛